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是为了省住宿钱才在这儿凑合一宿的 这样 你去市委招待所 先订个房间 我在这儿等她醒 跟她一块过去 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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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俊哥 黄俊哥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在这儿 我碰到你啊 走 刚刚去找大叔 不去了 哥还要坐别天一早到火上走 怕误了扯 我四儿 找大叔离这儿接 误不了四儿 咱俩住的一块儿 外上还可以骗一骗 走 走 太麻烦了 就咱这儿的 哥 咱这儿的 来来来 来来来 哥 你坐 坐 来 雨婷啊 你咋到这儿来了 好 做点小色役 给谁干 给几弟干 还是给你个人干 我个子给自己干 那你出来了 家里就第一谁中了 让个婆姨斗着她 所以我出来做色役吧 现在新政策 不是号召了大家做色役吗 你做三色役 两七岁八的 好 你不说 我就不问了 但是我提醒你啊 绝对不能做违法的生意 你放心 可不会的 阿富爵哥 你这次要到什么地方给我干的 不是给我干 我这次会远起来啊 只想把小霞送回来 满脏 一直没有遭到小霞的遗体 她妈很吓她 那就把小霞 上前喜欢的鸡尖衣服上来 拿过来满脏 这样也让她妈好有一个 鸡尝来死的地方 小霞的事呀 将来都挺爽的 小霞子个好女子 福军哥 你看开点吧 不说这个了 家里打烊 和哥 双半 他们都打烊吗 好 都好着呢 都逼哥好 这叫撒话 福军哥 以前 和孙玉婷是是麻是私 长次站在人面前的人嘛 骨座上长次现金 给爽岁存 赠了一强的奖状和进气 大队共设 县上的领导 哪个不看重个孙玉婷 像当年 可是常做主席台的人 可二杰呢 那都像个讨饭吃的一样 准落到这种地步 你才不知道 以前餐馆开会路过这些地方 就像上兵一样 住着在澡堂子的宾馆里 可现在呢 住在厚车室的地板上 连条狗都不如 田书记 房间安排好了 房间安排好了 好 像玉婷这样出门在外 没有着陆的农民 茫然需要引导的农民 有多少人 还有很多啊 你给黄原地位打个电话 告诉他们 明天早上 我就要跟他们开会研究 如何安置这些农民的问题 那你女儿的事 农民的事情要先解决啊 把他们安置好了 他们就不至于这样 再回来这儿 没有着落 你这样一个大干部 围着一个火车灾的农民 先放下自己家里重要的事情不管 感谢他 你真是打的好干部呀 好 跟我去招待所 先睡一晚上 明天再到 好 走 邵平 在这期间 也竭力调整自己前段的那种失落情绪 他尽量把内心的痛苦和伤感乃在繁忙沉重的劳动和工作中 他把自己完全沉浸于眼前这种劳动的繁重 斗争的苦恼和微小成功的喜悦中去 是啊 当他独自率领着一帮子人 在火线一般的掌子面上不斗的时候 他的确忘记了一切 你 那刚从矿上回来 听问他们的通缉报告 你也知道你们二板现在褚没履次排提借 我不知道没算过 他娘的 又是个第一 来来来 去吧这 给 哎呀不愁拿上吗 哎呀你孝子 不光是能大家 而且 闹子里把晚上也不烧 吃个胆管就要 师长 这话我可得纠正你 在我看来啊 我这个班长跟部队上班长不一样 这不是个察官 最多算是个上等列兵罢了 也一样要在最激烈的前线冲锋陷阵 用咱们的话说 就是 带头吃苦 带头牺牲吧 好 还给饿上了一颗你 你孝子不错 给了把链增的 坐好 我竟来是给你成私 你已经被同城市匡物局 评委请年突击受了 这是个好事呀 你郭亮天要到同城 残奖表场搭会你 你准备一下 正好我去城里买点东西 谢区长 早起早回啊 祝贺你 他不全是为文艺高兴 而是感到他的劳动和汗水 得到了承认和尊重 他看中的 是劳动者的尊严和自豪感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人的劳动和创造 才是最值得骄傲的 同志您好 您好 那两包包我拿一下 好嘞 谢谢 谢谢 这两个麦都挺好的 这贵一点 颜色比较内脏一点 那我就要这个 好嘞 再帮我拿盒这个彩色蜡笔 彩色蜡笔是 还有那边那个铜铃 那帮我一块包了 好的 来进来吧 好 你又不用了 要 我腰有盒这个 贝多芬的田园 好的 我妈 你摔了我妈 许不了 咋了咋了这是 明明过来过来过来 怎么了 她说说 她说小屋 血小开什么运动会 其他小孩的夹章 都要去寒家用 影颤着老窝去 偷小屋要上班 你不会听得起来 人家小朋友都是有声 看起来要 就我们哟 好了好了 我们不哭了不哭了 来来来 过来看 看看叔叔给你拿什么来了 来 你看 书包 喜不喜欢 看看书包里有啥 看看里边 财币 我自己喜欢的财币 哎 最喜欢的 这还忙完呢 还有 你看 这是个啥 啊 小林达 小林达是跟小黑子的 嘿嘿嘿 你有管他 这哈已经被关化了 嘿嘿嘿 你有说我坏话 你也学学变人家的小哈啊 变家咋就能动事来 不想你 你咋不学学少评说 少评说咋对我呢 好嘞 不想你 哎呀呀呀 这哈 还会跟妈妈顶嘴啊 不许顶嘴啊 去 给小黑子把这铃铛记上 去去去 哎呀 这开运动会嘛 我去就行了吧 那不行 你去想啥话呀 这家都是蝶马去喊加油了 就是喊个加油 我咋不能喊啊 没事 我去啊 明明咋样 这小铃铛记上没有啊 来来来 小黑子不听话是不是 来 邵萍叔叔来 来 小铃铛记上了吗 小铃铛记上了吗 小铃铛 加油 娘娘 加油 加油 上次你就输给我了 这次更别想赢我 骗这么说 我爸爸来回加油了 你没有爸爸 你胡说 爸 走 走吧 一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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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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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哦 赢了 哦 赢了 赢了 没有明明 赢了 赢了 好 又一切 起锅 好 来个 来来 二马 快 好 抓不怕了就不要抓了 行 等会儿再抓 好 好 好 怕得怕得 现磨 现磨 好嘞 少奶呀 少奶呀 真似不想到 这个王二马爷 现在在货法里真似 干得魅劲呀 除了点少火 切菜 竟然还学会了这磨吗 这磨 磨熟了没有啊 你尝一个 好 好吃吗 行 好 哎呀 真似乱吧 不知道是从十八岁开始 咱就能吃爆饭了 好 从这个黑面膜到黄面膜 到这个白面膜 好 可不死吧 现在咱们村是夹夹鼓血腰 个个都像你一样 拼命 少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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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不仅当是好似还是坏似 哎呀 又干了 这要屁肚子呀 还是要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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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核的人过来找你吧 胡佣哥 哦 少奶啊 咱农民啊不能光满足办什么小闯子 咱应该干更大点事 别看现在政策给咱们放宽了 其实啊咱们这些土豹的农民 在这社会上没上地位 钱赚到一定程度 拿一把票子 我这也没啥滋味 不是 又何 你哥哥说了半天了 到底你是要说是完 咱要出大名 干更大的事 叫全中国都知道 有您个这样的农民呢 让农民出名 对啊 咱们可以参加他文化上的事 那文化上的事 咱一个农民 擦得进去腿啊 哥 最近在省台 认识了一位导演 谁 导演 哎呀 姓某还是姓什么来的 我请他喝里头大酒 成了好朋友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勇恶先头找一些农民企业家出钱 拍电视联系剧三国演艺 刘备 关公 张飞 鲁志生 曹操 这些人都红伙着了 咱俩自己 你验谁呀 咱俩谁也不验 你要是愿意 也入个股 哎呀 这饿着点钱还入股 钱主要有我了嘛 你多少出点 在电视剧后面挂个名字 这样全中国都知道你了嘛 你要是愿意 我现在就带你去首宰 见见这位导演 咋呀 去省里啊 对 省里 那个地少平在那躺 我可以看一看他现在 给你去 走走走走 你们现在就要司机开车 咱们下车就走 走 哎 少平 嗯 你们这块这个灶坛的水 整就不没味儿啊 哎呀 我们天天都这么洗呢 哥 哥 你这个事情啊 听起来还行 但我觉得吧 没有必要花钱买这个须 你说好不容易挣点钱 投个啥 电视剧三国演绎 你来投 哎呀 这说难听点 这叫 自不量力 至少这也是一种很盲目的行为 咋了 爸 哎 你不赞成 哥这么干啊 哥 我看 是这几年事业上的成功 让你的内心不能再平静 哎 其实 你已经为家人很负责任了 哎 来信上说 给爸建起那个院 我估计 我估摸着 按那个牌上 我寄的钱 根本都见不起来 你至少花了给我多两块钱 是不是 我还听说啊 你最近 把姐夫也拉到专窑里去了 是 哥 有些事情 没有人能做得比你更好的 其实啊 我刚听说 派电视剧三国演绎这个词 哥也觉得新鲜 主要是咱呢 这胡永和这个辫子 把他留点破破开 再加上 我想啊 你说头子拍这个电视剧 要他赔一点就赔一点钱 你现在社会上没有这个好光 钱他哥也赚不了这么多钱吧 赔一点就给我给的 你这思路完全正确 咱们既要活到富裕 又要生活有益 那你这钱也不能乱扔哪 哎 啥叫乱扔啊 这万一要是赔不了钱 还赚他钱不是更好吗 赚钱 你说你啥都不懂 你也想赚电视台的钱 可能吗 你要有这一两万块钱 你扔给电视台 你也不如为咱双水村 干点啥事情 是不是 小阮 你咋把我带到这儿来的 你必须来这儿吗 不来 看着院子乱了 那当年 口口声声说 要造福双水村 孙英哥今天让你来看 就是要跟你说一件大事情 你不会又要让我板架 又要让我看太阳 从西边出来 你不要再提这个事物 不要再提好不好 你提这个事物 要心里羞愧 羞愧啥呢 别人不敢做的事 你稍敢敢做啊 今天我要跟你说这个大事情 不管敢不敢 不敢不能行 那你说 先帮我把这个篮球架扶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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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钱了 家里的夜河滩子事也消停了 来 给重建学校了 重建学校 对之嘞 重建学校 让村里的娃们 跟饲养院那个临时教室 永远告别 这让娃们到好的环境里去读乎 这是个大事情 那跟你说 这次啊 那全力指使你 不过 那听说 你把专家的钱 要往散国里偷 这个次不要再提 不要再提啊 稍平说着对着呢 他说哥 你这一两万 要是投到电视台的电视剧去 那还不如把这个钱拿到一起 放到村里办点丝 我就都对着呢 你说这双睡存 生产生存的世界 要先守完 这一辈子的苦难 幸福 屈辱 荣耀 都死在这个地 我的世界不在白头 在这儿躺 在这儿躺 行 我马上动起来 这儿 也是恶地失街 对着吗 对着吗 这两万块钱 要是有剩余下的钱 要是这么想的 给娃们那个奖学精神的 知道吗 就是谁要是考上高中或者大学 就奖他一部分学费 好 那也顾摸着 这个旧学校啊 这些墙 只是捏了一点风 拆下来 这些石头都可以拥啊 关键是呢 得给他们找一个好的小学的英语老师 这个农村的娃 靠不上大学 只亏在这个外域上 如果好的老师照过来 那就OK了 是 OK就是好着呢 那好 那好 如果咱们的娃娃 从小就能学英语 那上学率 一定大大提高啊 那就是大大的OK了 OK OK 学武 嗯 你看看 这开学了 开学了 你看看 开学了 这有那么严重啊 你通知家里人来一趟 具体的情况 我们再商量 我这刺激来看病 就是不想让他们知道啊 医生 那个有多大希望能治好 这 你还是让家里人来一趟 越快越好 哎 秀莲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跟家里人说她的病情 尤其是对她亲爱的绍安 她难过的 不是过了几天好光景 就得了这样的病 而是因为不能携手和绍安 走向幸福的未来 我一坐在这趟 就能想起好多次来 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 这个时候 就像一辆大马车 恶着驾着这个马车 在这黄土割牢里半辈子了 在这黄土割牢里半辈子了 那咱下后半辈子 也驾着马车 继续在这黄土港里过 现在这次摇瓣要来不一样了 原来天天寻死的就是 咋能不饿死 你说现在都想着拿点钱 给村里做点事了 一想到这个事 那洗脸还是挺魅气的 你咋又咳嗽了 你这咳嗽咱老不好的 吃药了没有 没事 有你在呀 这咳嗽药还管用 是不是着不凉了 不冷 不冷 真没事 兄弟 咳嗽啊 啥啊 兄弟 这几天熬苦 真是给你蛇子累垮的 有一点啊 明年暖和了 不管你愿不愿意 我必须带去黄园到盛城 把这个病看了 再说吧 你个恶熟熟熟 你自己感觉你神子到底咋样 我好着呢 你说这好事一桩桩来 我还等着看你闹事事呢 我咋能有事呀 似 这就对了吧 你可不能又似啊 你得看着个啊 像原来 原来这样 咱这把这日子 再红红活活了个闹情 来 到此后 咱俩得精神斗搜地 跳上行神火的马车 咱俩就坐那车园子上了 到此后 好好摇喝起来 你也不能又死啊 没事 没事 咱得继续往前走 来 得往前走 修连嫂子 少安哥 瑞奕 来 给 咋还买东西呢 别把它吃呗 你俩斯妮也让瑞奕来的 瑞奕 喝点水啊 那正好饿做了油泡面 晚上一起吃啊瑞奕 不忙 多做两个菜 瑞奕 瑞奕爱吃炒好鸡蛋 我给它炒一个 那就多下两个鸡蛋 我给你放拔个鸡蛋 够不够 瑞奕 你这是要冲死人啊 你这瑶挺好的 家里电视也买上了 这少安呢 就是因为当年穷 才没娶你的 你看眼下这日子过好了 这专场是报上了 这瑶也住上了 要是你现在和少安好 那该多好啊 修连你这说的叫世话话呀 本看见你俩般配着呢 你心里真是这么想的 你怎么干剩啊 这说的剩啊这怎么 少安啊 你要早娶了润业呀 也不会过那么久的穷日子 我咋就没想到 能赶上党的好政策呀 这就像做梦一样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死 修连你炸了几天 那知道你心里有一份责任 那不要你负这份敌人 那想让你重新选一回 不管日子好不好的 用心选一回 这叫 人生第二次机会 你把我说个事 你把我说了 这个黄土地还是这么美 其实 我这趟来 不只是修连让个来的 向前也让个来 说的都是一样的话 让个重新选一回 对 向前这样说 对了 我去年生了个儿子 我知道 是 是叫乐乐啊 官名李乐 说实在的 生了这个孩子以后 我对生活 还有人生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是啊 这人除了爱情还有水火 一说向前 那得再选一次找回事 那天我没有带任何语句 因为离家的时候 天虽然阴着 也没有乐理的迹象 我会想换掉脚上又脏又湿的鞋 却怎么也找不到床下 我要找的那双旧鞋 不仅那双旧鞋 那双鞋没了 我的另外几双鞋 和向前的许多鞋都没了 我就在想 家里是不是进来过小偷 可那些贼袜子 偷旧鞋干啥 再说向前一整天也不离家 小偷怎么能进来啊 要不你换那双胶鞋吧 那双鞋 那双鞋被我拆了还没弄好呢 你 你把鞋拆了干啥 我在学钉鞋呢 想等我学生以后 办个营业执照 在街上搞这一件事 任意 一个连自己孩子都养活不了的父亲 还有什么脸没面对孩子 更没有脸没有活在这世上 我知道 你和我父母不想让我做这个 你们都是有身份的人 觉得我在街上做一个钉鞋匠 会给你丢脸 但是我想靠我自己 我现在只有这双手是灵活的 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 向前 我支持你 劳动 能让人活得更有尊严 我知道 这个劳动对你来说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存 而是体现人生的价值 你放心 爸妈那儿 我去给他们做工作 走吧 让我看看 你把我的鞋子弄成啥样了 你要是挽回了十分钟 我一定能给你做好 走 来 我不是为她的酒太识想 而是真的感到高兴 那双长期转方向盘 而磨练出来的手 是那样的充满活力和技巧 她现在就可以说 是一个出色的钉鞋匠了 不到十分钟 那双鞋就钉好了 我来吧 我来吧 行 还跟以前一样 挺合脚的 我亲自出马 为向前办好了营业执照 向前在家做各种准备 我又跑着为她 买了一个干活的地皮 和一个按市容要求 而特制的铁矿图 早上 向前自己主着拐杖去出山 晚上 我就会准时来这里接她 一起回家 我把她钉鞋的工具啊 常常都寄存在 对面的饭铺里 她说过去对咱们两个 都不公平了 就是因为她腿断了 出于善良和同情 那才跟她在一起的 现在她可以出山了 可以照顾自己 所以让她重新选一回 其实跟秀莲说得是一样的 就是 人生的第二次机会 初学下一回 咋去 你看看脚上的鞋子 是她给钉的 那觉得现在穿得很合脚 合脚是好丝吧 那你为什么啊 撂下她揍了 那就是想吓唬吓唬她 顺便 顺便也来看看你这个歌 这会儿她指不定在哪儿后悔呢 秀莲也死了 肯定后悔着呢 那她让你重新选择 你咋选啊 她还让我重新选择 这些个年 秀莲跟着我 忙力忙败的 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好好坐着 说不进句话的 不管是咋样 自要死她坐在那儿躺了 如果这个行李就踏实了 过去的感情啊 就像是牙齿 丢了就没有了 妆商也是嫁的 睿衣 除啥就有喜欢 都要回了 你回吧 天赋军 回黄人 任地位书记文教 就迎面遇上了黄北大桥坍塌这样棘手的事件 历史遗留和现实滋生的问题堆积古山 可她依旧迎难而伤 我们黄远 刚刚建成通车不到班年的黄北大桥 发送这么严重的坍塌事故 这是严重的责任司故 现在救援工作正在继续 各部门说一下下面大办 曾经的铁书记 高转运 你不要念高的 这很重要的说 我们呈建局要汇总各相关部门的 勘察结果 造成黄北大桥坍塌的根本约影 不是天灾 是人祸 主要是偷口解料 我们一定要彻底擦清 到底是哪个环境出了问题 我可以误端地说 在黄北大桥建设施工当中 有很多部门存在问题 找表 死果 简历 燕手 包括最后的运行部门 如果当初那个部门严格负责的话 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坍塌事故 公安局已经将 承包商胡永和抓捕公安 正在突击审讯 机位对参与大桥建设的 响管部门进行慎操 卫生局已协调各大医院 腾出床位 紧急救助生员 对这不再出现新的死活问题 民政局 已经对伤亡家属进行了安抚 我只是一句话 行数各部门要同理合作 做好身后工作 我看 在做好身后工作的同时 定位基建部门 要严肃地查出这件事情 无论前迟到谁 绝不过息 以查到地 我们要给黄元的北姓一个脚态 要给于南的假数 跟曼仪的答复 放棄了 师傀 你等下 师傀 天师傅正在货头上 你要小心点 别让天师傅省气啊 天师傅 你有什么姿势 告证员跟你说啥呢 告证员提醒个 不要惹你省气 你 扎教室不知道任何恶生气 黄元搭条坦塌 生了一个人的事情 国家花了这么多钱 给我们黄元绣了一个桥 用了不到半年就踏了 我们这些做父母官 不觉得亏对黄元的老北姓 不光这么说 鸡尾已忙起来啊 纵归不是他好事情 大桥坦塌以后 我们已经发现 有个别领导干部 有严重的问题 你这是在男生了吗 是不是告证员得 这些事情有关系 如果是他的话 我亲自到他谈 陈若姐 鸡尾的工作 又他的特殊性 他归单位领导 同时又检讀 单位的每个成员 包括你自己 改向你汇报的 那一定会向你汇报 但是你也不要问太多 面对让别人转移的肯定 吃饭 你这是不是在男生啊 那身边请进的人 跟黄北大桥坦塌这个事情 有钱的呀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更要坚持原则 严书记 这么多年 高逆的高庄仙 从来就没有端过 中央领导 厂上的领导 种籍卫 种族部 厂卫基位 厂卫阻族部 隔几多用 那要不是简直原则 你还能疑心铺道 盖隔上 一个人要干点私 宋司有人要反对 那我不能因为他们刚个装 就不干私情吧 是吧 我提醒你 我提醒你 在吊塔黄北大桥坦塌似乎的作用 你以后快 不能给这些猪虫任何串习的机会 你还能跟天阳儿一起 这些猪虫 一把龙儿的叮咤 没人 是吧 你以后 我掀握 你不怕 我咋想 你还想